今天是大年初四我已经回到了北京的家了 然后现在我准备去拿我买的口罩 我在还没到北京之前又订了一批口罩 然后想去把它拿回来 我在临出发之前买的口罩还有一些 但是据说现在比较紧俏这个口罩这个商品 所以我又找我原来的那个药店认识的阿姨 然后从他那又订了一点 然后现在去拿一下 然后顺便看看现在什么情况了 不过现在确实是路上没什么人啊 大过年的人不是很多 怎么还有人不戴口罩就到处让跑呢 我们去看一下拿下口罩 然后现在整个街上的人并不是很多 然后我就是在这里买的 好了我从药店里出来了 我刚才觉得也是隐私吧 没有给他们拍 然后我就大概说一下 我之前订了大概是一共是34个口罩 先说一下价格吧 34个口罩一共花了624块钱 什么样的口罩呢 先大家看一下 一个是这种的蓝色的 这个好像进口的 这个现在卖32块钱一个 我是他最后剩14个了 昨天我就把34个全买下来了 这已经400多了 14个这样的 然后装在这样的一个盒子里面 然后呢 还有便宜的 便宜的话 现在是这种的叫会友 会友口罩 这个其实他不是N95啊 我发现他这个是一个属于是防尘口罩 但这样的口罩他已经都都没得卖了 现在整个他这个药店就一共还剩4个口罩 就都类似这样的口罩 这样的口罩 然后他们这样的口罩他卖多少钱88块钱10个 这一袋子是10个要卖88块钱 也是相当相当贵了 这还不是N95的和8块8一个 然后他的就刚才我进去大概有10分钟吧 然后因为跟他跟他们聊了一下 就说现在说是口罩已经卖封了 进货也进不来 然后呢 刚才10分钟里进去4个人都是要买口罩的 然后都是说没有 没有货 只有这个就这种的防颗粒防尘的口罩 然后他们就即便是这样 即便是这样 我现在买的是88块钱10个 刚才现在他们剩的是35块钱两个 跟这一样35块钱两个 就这样 还有人买了4包 然后有两个人进去之后 因为不是N95他们没有买 总之现在真的是 在口罩这块 看来是真的非常非常缺货 而且价格又虚高了太多了 不止口罩 连医用洗手液 包括这个酒精这店里面酒精也都全买光了 已经没有了 那就看接下来这个事态怎么发展 我觉得大家首先是不要 不要哄抢 除了这个口罩和医用品之外呢 其实还有这个生活日常的这些吃的 在北京好像是现在超市里吃的东西都没有了 孩子妈和孩子姥姥去超市去买东西 然后说是好多蔬菜啊什么的 超市的货柜上已经全都空了 然后是完全是没有货的状态 然后转转了好几个小店才买了一些蔬菜回来 鸡蛋啊什么的 反正大家我觉得冷静吧 不要哄响 然后过年期间别饿着 别那个什么 别病还没传到的 先把自己给饿出个毛病 饿出个好歹了 好啊 然后持续关注吧 然后现在回见